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入冬后天气寒冷,台中喜欢打篮球的林信南大生日前下场前没做好暖身,跳投着地时感觉右膝盖趴的一生,接着就痛到跪得不起,就医接受和此共证检查,发现前十次韧带已完全断裂,索性接受前十次韧带重建手术后逐渐恢复正常活动,不过必须经过至少一年休养才能重返球场。 22岁林信南大生不畏天寒,日前人到球场奔驰,却在跳投着地后痛到站不起来,就医时整个膝盖肿胀疼痛,医时想协助进行膝盖弯曲伸直等动作都很困难,透过核磁共证检查,却整位前十次韧带完全断裂。 亚大医院骨科部主治医师穆德汉今天6日说,前十次韧带负责其关节稳定度,一旦受伤断裂,不管是上下坡还是爬楼梯,都会感到无力。 因为韧带血液供应不佳,很难透过韧带修补恢复原有张力,决定为他进行十次韧带重建手术,而患者合并有半月板损伤,以并进行半月板部分切除,协助他恢复原有的活动力。 穆德汉说,手术是以关节静韧带重建方法,以患者自体的同侧肌腱进行重建,除了能提高重建后的稳定度,也可兼顾未来膝盖不同角度的弯曲和旋转,让患者提早恢复正常活动,目前术后恢复良好。 穆德汉也提醒,民众运动前一定要做足暖身,由起天冷时更要将肌肉筋骨热开,平时也要增强腿部肌肉强度,运动时更要穿戴适合的鞋子。 护聚,若接受十字热带重建手术的民众,术后应积极复健,但想运动必须循序渐进,出其可慢跑,游泳等,若想恢复打球等高竞争性运动,至少需等一年后才能长保膝盖健康。